这是白颜色 这是胭脂 先调白颜色 比较旋转 一边调一边旋转 加一点点胭脂 再加一点点胭脂 用笔键条 好 我们先画这个 前面的一组画 你今天调胭脂 再调浓的胭脂 一个花瓣 不要调颜色 继续画 这样这个颜色就会稍稍淡一点 给调一调 这是一个背面的画板 你调一调颜色 然后这里画一个笔键价一点点 浓一点点 调一调 一 比较大一点 二 三 四 这是一个正面的画 这是画报 一调一调一点点胭脂 无法刹 yell 6 7 7 8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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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不要排队,有错落有知 侧面的是 5个,1,2,3,4,5个 然后比较一点点 验之 1,2,3,4,5,2 这是5比1个话半 1 2 3 这次颜色就开始有变化 有变化 所以一次调颜色 然后你不断地在这里画画 它这个笔上的颜色就逐渐发生 从浓到淡的这个一个过程 一条白颜色 加属红 加胭脂 比肩条胭脂 1 2 3 这是一个花开的侧面的 好吧 比肩加一点点 验之1 画包 这里 也画一个画包 再画一个画包 这两个颜色就有变化了 一个是深一点 一个牵液 这是正面的 不断地比肩补充颜色 像这个花的花瓣 颜色有变化 显得很丰富 有变化 这个是 这个是比较多的一组 然后往下延伸在这里 还有一点点花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个花就花完了 下面就是花叶 我们现在开始画叶子 这是花青 藤花 这十 还有胭脂 这是三绿 首先一条藤花 我们先把花作为的叶子画起来 加十 花青 好 加一点点三绿 颜色粉 粉一点 就嫩绿色 刮一下 刮一下 鼻尖 稍稍加浓一点点 我们还是走前面开始 叶子 小小的叶子 它不要画成一个支线 它要按下去 鼻蟹 叶子 后面要稍稍 小一点小叶 前面大一点 把这个花包裹起来 已经再加一点点 发青 这样颜色就重一点 叶子 有大有小 有深有情 有变化 叶子 一边就用这个绿色吧 一边干割一下 这个圣灯画完了以后 调一点浅的 好 这是前面一组 我们在往后画 顺着这个干 这边 这边有一点像 里面一样的 这边有点像里面一样的 啊 现在字往上画 这是前面的一组 这是前面一个字 前面一个字画好以后 我们画后面的字 画的颜色1比1,2,3 你看这是从深道气体 有变化 这比没有换笔 一直在画 把这个笔上后面的颜色 淡的绿色画出来 这是前绿色 还可以笔尖沾一点点水 在这里画 这就更大一点 这就更大一点 这个是清浅的颜色 这里要稍稍调两个 已经调一点点深的 现在开始换转 又是清浅的 谢谢大家 把绿色 这里也组 画板的后面出来 已经加一点点水 这里面加一点 浅色的 叶 就是比沾水 一会画的 这颜色就大一些 再沾水 在这里再加一点 淡的 叶子 一会画的 一会儿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一会儿 加一点浅的 好,现在是树 树压着泥,最后一组 一条绿色,已经调了一点点深的绿色 深的 出一个字 然后就现在 写色的泥 好,你沾一点水 加一些浅的 还有的就是等 我们画好以后再讲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欢迎订阅 好,欢迎订阅 点赞 好了 这个就是 叶子就 画完了吗 看看 有剩有剩 看完整的剩锅 下面我们就开始 画树盖 画树盖用 入墨 和指食 我们 调一个中等墨 来 比锦条浓墨 比锦条干硬 插一下 先画这个前面的 这个字 这个 刚才这个纸还可以走上去 然后这个是浓摸的 把这个深颜色的叶子的镜中间画一笔 下面这个颜色就不是用浓摸的了 你要比,上上一样 调一个中等墨色,已经调一点点准时 现在下来 原来发的这个绿颜色六一五分,不要紧的,不用管它 绿色,现在画的这个,这是讲墨的颜色 然后把它深夜之静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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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叶子是一定要够近的 小叶子可以忽略不够 大的都是要够的 前面的 深的 大的 这一只 这一只 我们继续往上 还是这个笔 就是加墨的笔 你还有一个就是可以 浅化浅的和化深的 已经调一点点中的墨 加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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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浓漠,这是宗格模式恰恰式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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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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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